來深圳找食物 結果找了一間台灣食物 這間贊團其實就是台灣的君月排骨 台灣大品牌開過來 感覺有股伏味 但它的包裝還是可以讓我進去試一下 這裡主打的就是排骨麵 就是豬扒 台灣豬扒叫排骨 叫兩樣東西來試試 第一樣就是豬扒飯 你看看那些餐具 好肯裝備 豬扒吃起來挺鬆脆的 有一種台灣獨特的味道 感覺上應該是用油的問題 不是說不好吃 但就是那種台灣街上飯盒的排骨 都做到那種好吃 你看看那些配菜就知道什麼了 只不過是由這個飯盒 把東西搬到高級一點的餐具上面 到這個雞扒麵 那個麵 那個麵質還不錯 但沒什麼驚喜 那個湯啊 微蒸湯 加多一點點味 Sorry 不斷吃的 雞扒還可以去的 但說真的 我在大商場 吃這個普通街邊 可能都吃得更好吃 比它的東西 我給五六十塊一個飯 或者麵 除了說這個品牌的成本 和舖租成本 我覺得 算了算了 說到底 這些只有個人主觀意見 說不定 我只不過是那些少數 覺得不好吃的人 欸欸 我先走了 那這條片一出 商家馬上backlist我們 走了 拜 沒有肚子餓啊